我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我原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现在我这种状态 我给你聊聊很多我的过往 我给你聊聊很多我的不堪的经历 然后我的性格弱点 你能接受我吗 为什么不接受 你确切一些 对对为什么不接受 这个东西是 你知道你 咱们是就是 你凯歌是这样 这话是会让我很窝户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是 咱们是在一起接触 咱们现在虽然说是以这种形式 但是咱们可以一会儿接受 就是这个有 有什么 接触和接受 虽然说就是一次之差 我问你 现在问得更明确一点 你的相亲对象我 很坦诚地在你面前了 就是这样了 原生家庭就这样 因为我们不可能避免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 这东西 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不叫事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会是问题呢 为什么你要给我解释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 我性格热点很多 现在要看你就是 我能不能劝动你 就是如果说在社会上有些摩擦的时候 比如 我现在比如不出来 我现在比如不出来 比如现在的问题 现在咱没有问题啊 咱俩没有问题吗 对啊 你觉得现在咱俩有问题吗 我以为真的没有 对啊 这相对的没有问题嘛 就是碰到问题再说 但是你会想到 有问题的时候 关键 关键性问题了 就是 你现在愿意找一个 你心动的女生呢 还是觉得你觉得 你愿意找一个 你相处起来比较舒服的女生呢 不是现在是任何 就是现在 任何时候都是肯定是 你舒服的女生呀 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你找一个不舒服的人 呀 我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我跟我先生 就是你心动了之后 你后来相处 可能会有一丢丢的什么 嗯 呃 不舒服 但是这个一丢丢 那个一丢丢 那个一丢丢 可能会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产生 啊 所以说就是 心动当然是一个条件 但是呢 不是 是占据一个 主要的就是 在这个年龄来说 在这个年龄来说 我只能说在这个年龄来说 给人家是要找一个 就是 自己能舒服的 嗯 你你你你这样 你诚实的 你你 直接的回答我一下 你对我说 我我特别直接的回答 就是说是 我现在满脑子想 就是我们家狗 你能不能接受 就只有在他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除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没有问题了吗 我没有问题了 如果说我告诉你 你俩哥我可以接受 嗯 那就可以试试哈没问题啊 这就可以试试哈 这个事没有问题啊 就是因为是我捡的 因为而且我曾经 我们我们不说这个问题 因为捡的也罢 然后自己养的也罢 然后他就有感情情感的 我觉得我这个呃 我想让你知道一点啊 就是我曾经把这个狗送走过 就是寿绒正寝 我是很难受的 呃 然后就是我好多年 我 我不触碰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我看这个小狗 在马拉伯伯 我捡的时候多么大啊 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端午节就我们家那个小白狗 端午节就这样就是肚子那么大 肚子里面肯定是有虫子 因为我养了骨 我只好就是我很可怜 然后我是想那往这我带送走 然后我就觉得嗯 哎呀你这样子你养上之后 你就不好带我带去送了 嗯 他每天他现在就是他跟我睡 虽然说全是毛 嗯 他每天他对我回家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那种 没有人会对你那样的 那就是他会对你是那种 过来只要你就是拿手 就冲上他之后 哎肚子一烦 哎过来蹭你 哎你会 你比方说现在我们很晚了吗 嗯 你会担心你回家以后狗的状态 我已经早安排好了 我付钱了 首先是我都给他安排好了 嗯 除了这个 这个小狗 就是这个装天犬 然后还有 还有两个就是大型犬 有一个大型犬就是 我刚才说的全文气小 病毒旅改仨一块得的 然后我找了朋友 好一顿就我花了好多钱把他救过来了 就是那个 人家当时说说 能把他救过来你都赢了 太不容易了 你能把他救过来你就赢了 你就太不容易了 所以说 但他现在是个傻子 他现在是你主要一句话 咳咳 就是你打另外一个狗的时候 他那不敢不敢出屋了就 因为他从小受虐待 所以说就是他 放到别人家说实话 我也不放心 因为而且他 我理解 每次回之后 蹭我 然后如果那俩狗过来 一吼吼什么 他就躲旁边 有那种 你会特别关注他吗 对 他就跟一个弱势的孩子是一样 就是他的反馈是特别直接的 他不是跟人是有这么多脑子 我给他想象要坦克 一个要大胆 一个要坦克 然后还有一个叫佩琪 然后我说 我说坦克 我说你过来之后 哎呀他就特别开心 有的时候看旁 那俩狗在旁边说 他可能他不敢过去 然后你就呼了他 他最多贴贴你 他以后很高兴 他知道你给他的情绪反馈 他是会很直接给你的 我有一次我捡那个小野狗中华田园群 就是那个小白那个小野子 我管他叫大胆 因为他来的时候 等着特别小 然后我管他叫大胆 因为他们也好多年了嘛 就是我也不怕跟你说 是跟我的那个前女友 一块儿捡的 问题来了 你看啊 男生跟女生的问题 关键点都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是你 跟前女友捡的 对吧 嗯 如果说你在进入新的一段感情的时候 你会告 你会坦诚地告诉他 这个条狗是我跟我的前女友捡的吗 我为什么不告诉 我这么多 这么多年 我为什么不告诉呀 太暴力了 太暴力了 来 温和一点 那若不说我不接受呢 比方说先换 换成我啊 我们前景演示一下 我说啊 这是你跟你前女友捡 我不接受 我觉得这是你们的一个 情感的过往呀 然后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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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掐打一种一种味 那我只能跟你说 跟狗没有关系 因为它没有错 我会让你接触接触 我养的这个宠物 你自己去看 你知道 你知道凯特为什么会这么说 男人是蓝色的 女人是粉色的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叫男人需要尊重 女人需要爱 我是曾经看过一本书 就是什么男人来的金星 什么女人来的 什么火星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听我说完 嗯 就是因为我在上一段的十三年 很长啊 嗯 是失败的 嗯 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 我太逆来顺受了 这 这肯定是两个人的问题吧 不 我们 我只是反省我的问题 嗯 我反省过了 不再会重蹈覆辙 但是一个好事啊 对 然后你就想想 你跟我会不会重蹈覆辙 哈哈哈哈 我不会 跟任何一段感情 现在 我可以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就是 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 但是我明确地知道 我不要什么 其实 其实上次也是 你知道我不要你什么吗 嗯 我 不要你跟我谈 你的前任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美好的感情 我会嫉妒 嗯 如果说我们摄身处地想一下 我现在把你当成我的男朋友 嗯 你把我 我把你当成我的女朋友 然后你再 跟我说你的前任呢 呃 没好 嗯 你会嫉妒吗 嗯 我个人来说 反正我 你现在会嫉妒吗 我 我不是现在和以后就是 其实有 你明确一点 就就有 有的时候这个事 可能是 如果大家在一起的话 重新办 如果 重新办 嗯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你会嫉妒我 我跟你讲 我跟我前任吗 呃 对 这不是刚才是一个问题吗 你嫉妒吗 你会吗 不是 我 我不说是 嫉妒这个事 我可能有点自己的自私下心理啊 嗯 我自己的心理 就是 就是我想 啊 但是用追这个字 我想追你也好 或者我想 怎么样也好 这其实是一个好事 是因为 我通过这个事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所以你对我没有兴趣 你不是 不是 你想说啥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有勇气跟你说 我这么多的问题吗 凯哥 我说实话 我觉得你第一次不坦诚 有一部分不坦诚 但是这次呢 我觉得 我又觉得你对我敞开了一部分 你可能下一次你会觉得我更坦诚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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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不是 这个是真的 下次再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